小时候常常做一个梦 梦见自己是个女巫 骑在扫帚上 在天地之间翱翔自由自在 长大以后呢 我想要把我自己小时候的梦境 结晶与转化成为一件作品 这就是我们身后所看到的这件 女巫的房间 这件影像装置作品 它的灵感汲取自加拿大的 剧场艺术导演 罗伯勒帕级的剧场空间艺术 在此我用静态的影像 女巫的加 以及16部动态的影片 共同组合成这件 穿越时间与空间的光的盒子 当我们走进这个女巫的房间 我们首当其出就会看到一个 充满颜色的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事实上就是蒙德里安的画作 我把它从二度的平面空间 转换成为一个立体的房间盒子 而我们进入到空间之后 我们首当其中看到是一个黄色的墙 黄色的房间 它代表爱与希望 接着呢 我们会看到蓝色的房间 蓝色的房间代表平静 接着我们又会看到红色的房间 红色的房间代表革命与热情 我们再转身最后看到 来到紫色的房间 紫色的房间代表神秘与梦幻 而这四个不同的颜色 事实上分别悬挂了四张不同的人物的作品 它们事实上就是代表它们心理空间的一个延伸 透过这些心理的空间 以及它们的人生故事 我打造出来一个穿越时间与空间的女巫的家 这件作品事实上呢 也传达出二三十多年来 我对于绘画跟摄影之间的一个思考 比如在黄色的这面墙 的足林中的小屋 这件作品是向美国的画家 艾德华·霍普尔致敬 艾德华·霍普尔他画了很多单身女子的房间 单身女子以窗跳望 在这件作品里面 我融入我东方的一个女性的摄影家的一个思考 去传达出来不同于 艾德华·霍普尔的单身女性的一个风景 接着我们看到红色的房间这件作品 红色的房间是一个结合影像 跟装饰艺术的一个作品 它是向普普艺术致敬 女巫的房间其实也是一个思考 约翰·伯格的所谓的观看方式的一件作品 我希望能够打破过往 我们对于观看摄影的时候 都是站在定点的二度平面空间的 这样的一个思考跟观看的方式 我邀请观者 沿着我的女巫的房间去做移动 当她们移动的时候 她就会产生一个不同的试点 比如我在这个女巫的房间里面 开了两扇窗 当你们屏窗跳望的时候 窥见屋内的是只有衣衣的景致 当我们随着我们在移动的过程里面 随着我们移动的脚步 所站定的试点的不同 我们所看到的房间内的风景 也截然的不同 女巫的房间是一件 概念的影像装置作品 她集聚了剧场艺术 摄影艺术 以及装置艺术 以及电影艺术 邀请观者 透过这些不同的艺术形式 赋予当代的摄影艺术 不同的风景跟样貌 这些醒目到都展开了 这种感觉 分析 бл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